秦始皇统一全国时 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干嘛 日本还在摸鱼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的霸主 在历史上秦朝的统一为 中国的霸主地位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是世界上率先实现真正大一统的国家 在秦始皇的带领下 中国结束了数千年的战乱 并且统一了杜梁衡 实行俊宪制 各项改革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那么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在做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 欧洲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欧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 在历史上应该也走在世界的前列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此时的欧洲正处于罗马帝国时期 而且还处于巅峰时期 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秦朝一战的国家 我们的邻居俄罗斯还生处于原始社会 没有任何的文明而言 就连诞生美国的北美也是一片荒芜 不过 印第安人倒是过得非常的潇洒 与世无争 过着幸福安稳的生活 第二个 埃及 在秦朝统一的时候 埃及正在被塞留西按在地上疯狂的摩擦 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而塞留西则是位于叙利亚附近的 一个非常强悍的帝国 先打埃及 再争印度 最后与罗马一决四雄 被称为是飞机中的战斗机 只是可惜的是最后还是被罗马帝国所灭 第三个 日本 此时的日本同样处于原始社会 日本的土著穿着树叶或者瘦皮做的衣服 在河中摸鱼 为了能够吃顿好的漫山遍野的追着兔子跑 甚至连生火都不会 不过 随着秦朝人的迁入日本的现状得到了改变 开始进入文明社会 学会了刀羹火种 才正是吃上熟的食物 也许迁到日本的这些人 就是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的五百童男童女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祖先们伟大的智慧 而且 在秦朝统一的时候 世界各国真正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屈之可数 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主 在此后的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 中国一直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其中在唐 宋 汉 元 明等朝代 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 在汉朝的时候 更是喊出了犯我强汉者 虽远必诛 犯我大汉子民者 虽远必就的口号 在这些朝代 没有任何国家敢于挑衅中国 并且还派出使者前来示好 真可谓是万国朝贺 四海臣服 不知各位对于这个话题 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进行补充 我们大家一起进行讨论沟通 如果您感觉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也可以分享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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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